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这附近经常会过来嘛 那生意怎么样 生意每天都很好 就每天的话 饭点过来的话就是棒嘛 对于需要排队吧 我这凑热闹的天性又冒出来了 说啥面呢 辣椒油还有羊汤都可以 它面也特别好 比较筋道 它这汤比较浓 然后香味还是比较可以这些 辣椒的话 我每次来都是必须要放的 辣椒很好吃 羊汤辣椒面条筋道 还是咱河南的 总理家也喝了面 能吃出来 能吃出来 在家里吃就这个味 对对对 要说在郑州 和了面满大街都是啊 但是这家的和了面它 打桌 那仨字 我都快挺约了 二十八碗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哇看一下啊 分两种 经典的和优质的 我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就是肉的多少 肉多少对 奢侈一把 今天咱来一个优质的 我第一次吃到这个和了面 您知道是在哪吗 那还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 当然 对对对 当时我们那个四十堂 记得特别清楚 然后又有一个和了床 在那当时做这个面 那时候哪见过这个呀 是不是 觉得哇这是什么 就听我后面的有一个面 闪现哈喽面 哈喽面 作为一个资深吃货 我要特别声明一下 正确读音是夹蟹和了面 这个夹蟹和了面 它是随机呀 我们家也是呢 就是它有个那个和了 把生面挨的 把生面放到里边 随机就是活滚着下到里边 这个面呢可以听到 它不像有些的和了面 是会拖的 它这个一点都不会 像刚才的那个阿姨说的那样 它不可能说这面煮好 这个放一边 然后你来吃了 再怎么着 不是那样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面条 它就是活的 是有生命的 从一团生面 就会变成面条 到你的碗里 一共呢 也不超过一定的时间 这面条筋道 是和了面 必备的硬性条件呢 没错 面条够筋道 意味着基础是打好了 但是要有质的飞跃 全靠一样 秘密武器 这个辣椒的话 吃着很过瘾 辣它不是完全的辣的 它是香辣的 它就是刚入口的会辣 但是你吃下去了以后 它不是那个 不会说整个身体上 你很热那种 热辣热辣那种感觉 就是很香那种辣 每次来都要加辣椒 它就是那种羊油辣椒 就反正正周这边不多吧 就它这不是夹下 那个荷楼面吗 它就是那边的 乖乖了 这羊油辣椒 想想都觉得油腻腻的 可食客们都说很香啊 我感觉 弄明白的这羊油辣椒 也就找到了 这家面不一样的地方了 这个辣椒 我就想知道 就是在甲县那边 每一家是不是都有自己 密不告人的这种羊油辣椒 我们这个辣椒传承五代了 五代人 五代传承 绝对的镇天之宝 香味主要是羊美油 就五代了 一直就只用这块油 对对对 另外就是那个辣椒 辣椒选用这个颜色 比较红亮的 红亮 像这个辣椒 比较纯正的这些辣椒 这辣椒就是纯辣椒 里面没加别的吧 里面加别的 然后这是 这是我们那个密质的大料粉 有几十种辣椒里面的 人是五代的嘛 肯定得有点自家的东西 这羊油辣椒的香 一是来自羊尾油 二是来自密质的大料粉 三是来自五比一配比的芝麻 而羊尾油的山味 主要是靠葱姜蒜去除 又是羊肉汤 又是羊油辣椒的 你说这面 山不山呢 不太山嘛 反正我吃好多羊肉 这个不太山 它这个汤应该是 很浓郁 但是它有苦腻 像别的方面 你吃完以后 你平时不会喝汤的 这个甚至这个汤就可以 它这个汤的话 感觉特别浓郁 特别浓郁 也没有什么异味来的 汤里面都有什么呢 都是有羊肉 主要其实是羊肉 就是每一碗面里面 用的肉对吧 对 我一直在跟您说 就是骨汤和肉汤的味道 是不一样的 肉汤而且它的颜色 也会稍微要重点 你看那锅里的汤的颜色 其实它是有点这种 棕黄色的 这里面有大料 还有料呢 还有料 大概有多少种料 这里面 有二十分 看又是米质料粉 当然了 不然怎么去羊汤的 山外增香呢 这汤的香 就找到了吧 是不是 肉汤里面有羊骨 然后四个小时加料水 忙得不行 其实现在已经有 一点钟左右 但是我看这后面 还有很多碗面 等着要出呢 跳都在这儿 能看到了吗 忙得不行 大概一天能卖多少碗 一天大概是八百碗 就是牛店吗 对对对 八百碗 是八百碗 一百碗是一百碗 八百碗 是什么概念啊 羊汤 羊油辣椒 和乐床子里 压出来的面条 组成了一碗 夹馅风味的和乐面 而羊油辣椒的味道 是区别于其他家的秘密武器 同时也是和乐面的精髓所在 哦 这一碗 其实咱河南的很多美食 都是以汤来打底的 当然所以呢 对河南人来讲 汤很关键 比如说 接下来要给大家会介绍 这家呢 就是主打的就是汤了 牛肉汤 从洛阳来的每天上百斤的牛骨头 一起来看一下吧 导演买这块肉啊 说句实话 在这儿忒不显扬了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这整个就是一个 哇 天天吃的时候倒不在意什么 等他全都蹲在一起的时候 哇 这种感觉 你看身后的话应该都是 骨头 对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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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大块的肉啊 这是准备明天下锅的 明天下锅的 对 眼前这位师傅可不是一般人 他和牛肉打交道已经很多年了 据说关于牛肉的问题 他都能对大如流 那您看我这块肉的话 哪个部分 这块肉是叫光瓜条 就是这一块 这块肉是反正是最酸 水分的 那这是什么品种呢 品种呢 这一个以后应该是年龄不大 一两年左右吧 对 是吧 嗯 这个能熬汤吗 可以熬汤 但是是 尖量是别熬汤吃整个肉 吃别的部位 那这个能做啥 能做个 划个肉片啦 就是做个洛阳水 对 老爷 拿回去吧 是吧 嗯 去回家划个什么 肉片 肉片 原来牛肉每个部位适合的做法还不一样 比如牛的里肌部分适合炒着吃 因为肥瘦相间吃起来比较香 牛的肋条部分呢 就比较适合炖汤喝 筋筋皮皮吃起来有嚼劲 那我们平常如果想吃卤牛肉 用牛腱部分是最好的 果然这里面的学问呢 还是很多的 如果不是师傅讲解 导演可能就真的拿着这块肉去煮汤喝了 哦 你看它这边是已经分割好的一些肉 是吧 这些肉的话 这上面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吧 一样 这是一只牛 对 一只牛 下来之后有这么多的 牛肉 牛肉啊 牛骨头啊 牛油啊 对 是吧 所以这些肉都是要再经过那个浸泡 然后再下锅煮 对 那像骨头 骨头也有 拿个刀子来 这 这 我能敲一下 拿刀子来 这么大的骨头你怎么敲啊 你敲一下 你看一下吧 你敲一下 你看一下吧 啊 小心啊 没事 小心啊 哇 技术花啊 多 哇 真的是你看里边 就像那个高体一样 像油膏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骨髓 好瓷实啊 是硬的啊 不是硬的 就是那种 有点像那个 水泥快要凝固 那个时候那种状态 是吧 很使劲了 我就摆下来这么一点 而且是那种 油油的感觉 对 看着像油脂一样 对对对 他一个熬发 你吃过那个大骨头 吸那个汁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啊 对 一口吸进去 那叫一个字 爽香 是吧 看到师傅敲牛棒骨的手法 就知道这是个老行家了 豪丁蟹牛这个词 用在他身上 最合适不过 忘了告诉你们了 今天我们到的是一家 牛肉汤馆 刚刚看到的牛肉牛棒骨 都是这位师傅 用来熬汤的 当然喝汤里边 算是比较不错的感觉 吃了好几次 这个肉的话 就吃起来就那种 比较筋道的 有嚼劲 我觉得它这个汤应该 用那个骨头 应该熬到时间比较久吧 所以它那个味道 还有骨头里边那个精华 应该都熬到汤里边 牛骨髓 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汤 放点辣椒 口味更好 更出味 属于住口味是吧 肉怎么样 它因为削的比较薄 应该是 口感不错 嚼劲应该是那种硬的 但是它比较软软的 比较嫩 削的比较薄 看这种锅有点发呆的 你知道吗 不用光感像这个 不用鲜 不敢再烤下了 对对 1米2 直径是1米2 对 是吧 对 身80 身80 这一锅汤 整个下来的话 大概有多重 有一吨 一吨 两天一 一吨的汤 一吨 能咬个七八百碗吧 买的话七八百碗 七八百碗 对 一天七八百碗 对 这位师傅还告诉我们 他家的汤都是每天现熬的 提前处理好的牛肉牛棒骨 加入大料一起熬煮四到五个小时 没看到 里边的骨髓 是不是已经是软软的 甚至已经变成中空的了 嗯 有点空了 是吧 你看它里面有骨头 然后还有肉吗 现在 你肉已经都捞出来了 哦 肉在那儿 对 就是煮好的肉 对 然后呢 应该捞出来 因为肉如果煮的时间 它是有要求的 你比如如果煮的时间太长 它会酥 片不少片 这肉的话一般煮多少时间 你看牛的年龄 嗯 你比如两岁的 两岁我没愿 你牛的是几岁的 最少是五年以上的 年龄小 肉肉嫩煮不出来味 所以必须得有五年以上的 越老越厚 熬汤的话是越老越好 耐煮 耐煮 汤也出味 对 喝起来就是比较香濃的感觉 上面呢 很薄很薄的一层油 喝起来会比较香一些 但是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五六岁的牛 然后煮过的牛肉 然后在切片之后吃起来 这个时候吃起来和这样大块来吃的时候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会 你会觉得 它会更嫩一些 而且 因为它现在很薄 所以它很好入味嘛 然后那个盐味 其实就已经进去了 在洛阳当地 喝牛肉汤 一手扣着碗底 然后拿着端着碗 然后锅会在这儿 然后就这一口 还有一点 不要用勺子 在洛阳喝汤用勺子 然后老板一看就知道你是外地人 不地道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们也想来尝一尝的话 广告很短 精彩 马上回来 接下来带大家伙去尝一间农家小院 但是你不要以为农家小院一定是在郊区 因为这个农家小院呢 就在郑州最繁华的市中心里的 还不一样吧 不一样 而且它主打的还是广东口味的 比如说臭臭的鹅宝啊 比如说脆脆的生肠咯 一起来看一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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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给你打听个事 你说 以前咱这叫什么名字 农家小院 换老板了吗 没有啊 换菜单了吗 菜单有所改变 有所改变 对 所以就说还是原来那家店 对 那为啥从农家小院改成现在这个名字了 因为农家小院人家好多户客进来了 都就是农家菜的 什么地区赛炒鸡蛋呢 对啊 是吧 地坡呀啥的 谁知道进来一看呢 是广东小炒 所以说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还不用直接改变是吧 广东小馆 原来店还是这家店 只不过是换了名字而已 看来飞哥想提前下班的幻想 还是破灭了 这是互留证据啊 哈哈哈 他拍你你拍他 哈哈哈 以前来这吃过吗 经常来这地方 咋样 嗯 怎么来 这是扫牙 还有这是生肠是我的水的 这个生肠特别好 这是光荣 这小炒的 很有面的一个菜 喜欢吃点什么 确实不错 嗯 你想这儿的话 光是这些东西 你觉得啥最好吃 来这儿比颠了 要为这儿 饿包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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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包吃了咋样 吃了一次 还想下一次 还行 不经常来来说 那好吃吗 一句去桥头吧 是很多老食客 来他家吃饭的秘密暗号 不需要说饭店的名字 也不需要指明今晚吃什么 桥头两个字 就代表了食客 对这家菜馆的熟悉程度 那我们今天也是通过老食客 发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菜品 稍微等那么一点点 臭臭的味道自然好 刚才一端上来的时候 我还疑问了一下 我说这个臭臭的味道 老板直接跟我说一句话 对着呢 就这个味道 那怎么就来 尝试一下吧 螺肉吃起来很利苦 它应该是有提前的一些 滷制过的 肉味也很好 有一些嚼劲在 其实它这种臭臭的味道 这种吃起来的时候 这个臭味呢 它就转化成那种香气 你会觉得 这个味道 可以一口一口接一口吃下去 额包就跟臭豆腐臭鲑鱼一样 虽然闻起来很臭 但是却会让人 越吃越上瘾 那臭豆腐和臭鲑鱼 都是因为发酵 才有的怪怪的味道 这个额包的臭味 又是怎么来的呢 额包为什么 会有一点点臭臭的感觉 因为我们放的是 广东的那边的就是沙酱 它这沙酱是发酵的 所谓食材 闻的是有点的怪怪的味 没有放到鼻子上去玩 只是把盖子打开而已 是不是 是不是就闻那个味 其实它 你闻的是有那个 但是尺子还没有那个味道 其实它这种臭味 并不是说真的 就是说食材腐烂 或者坏掉的那种臭味 它其实是什么 发酵来的 发酵来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应该是在广东那边 用的比较多的一种酱料 酱料吧 对对对 所以主要的那个味道 是从这来的 对对对 原来这个臭味是虾酱里带来的 那除了这个 它家的鹅肉选材 也是非常讲究的 鹅肉的话 应该是有提前有过卤汁 卤汁 提前卤好的 这种那个广东那种黑中鹅 比如说有些本地的河南的鹅 它比较肥 肥油比较多吧 对 它这种肥油 基本上没有什么肥油 那个黑中鹅 所以这样其实吃起来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腻 对对对 是吧 吃起来基本上 一口一口下一周 都是那个瘦肉 对对 将处理好的鹅肉 加入陈皮 冰箱 八角等七八种药材 小火微炖四十分钟 提前卤熟 这样上桌的时候 吃起来才能更加的入味 也更加的软烂 同别的开包一样 这个鹅包吃完以后 也是可以自己加算菜的 如果说第一道菜 闻的是味道的话 那么下一道菜 听的就是它的声音 我都听见 你做的那个脆劲 嘣嘎嘣嘣的那种 拿着米鱼了 我也轻轻地做了 我想我 还不能揉一点 我不管是杀肠 我都不吃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是杀东西 朋友颠了嘛 他说可好吃是杀肠 我说杀肠 但是我不知道是杀肠 我吃了一口 我说就是挺好吃的 可脆的 后来了他们 吃着了他们 给我说菜给我说 这是猪肠 从那开始第一次吃了 吃这个猪肠 然后就开始吃了 反正每次来的时候都 都盐这个猪肠 都喜欢吃这个猪肠嘛 跟那些朋友 还有来往美了 有嘛 从一开始的不接受 到刺刺必点 这道菜 就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到底有多好吃呢 这个生肠 是吧 对 它是哪一部分 它是猪身上的一部分 口感的吃的比较脆 比较爽脆吃的口感 咱们这个做法 是不是有一些改良 应该是有一定的改良 其实我在吃的时候 我发现您里面 还多少加了一点点的 像这个好像是辣椒 小炸一点辣椒 还有一点那个陈皮 所以这些的话 应该就属于咱们一个改良 对对对 对吧 应该您比如说在广东做的话 应该不会加这些 对对对 因为没办法 肉伤水熟 这边您的口味 稍微淡一点点 那个偏辣 就是或者有那么一点点 发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 生肠是广东一种 独特的烹饪方式 任何食物 都能成为生肠包的食材 将食材放入瓦包中 经过高温的快速烧焗 瓦罐中的汤汁快速蒸发 发出嚼嚼声 所以叫做生肠包 它这个生肠 有这个脆肠它本身的那个味道 就是所谓的原汁原味 而且吃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利口 蛮爽口的那种感觉 味道不属于那种重口味的 就属于比较清爽的感觉 但是味道是很足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们也想来尝一尝的话 定制可要记好了 在郑州市顺河北街 乔路东 广州小广 来自苏北的菜煎饼会有什么不同 用通红的铁锅做出来的鸡蛋味道又会如何 广告很短 精彩 马上回来 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 只要一枚钱就说自己要吃土 对吧 对 但是真正让你吃土 你还不乐意 那我不吃 对吧 但是呢 用土做出来的美食 这个是可以了解一下的 比如说接下来要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福建的 非常地道的姜母鸭 用土做出来的 给这个东西带上 让我睡觉了 那不是让你睡觉了 这个天哪 有点害怕 你要这么走吗 对 我再笑好了 咱们台上还见了 你好 你好 星 好星啊 而且还有菜味 那种生菜的味道 你把我是不是在菜市场了 而且这么热闹 真的是菜市场吧 我能摘眼罩了吗 摘吧 你可以感受一下 摘一下 哇 这不是菜市场 这不是 这是个海鲜市场 好奇远啊 这得有几十种吧 我的妈呀 这是啥 这是个啥 龙卵鱼 这条鱼我天 我没见过这玩意儿 今天我们又来吃大餐了吗 我基本上都有点锅 都点锅 拿这边就吃啊 先不来这边拿干嘛 一般我们点都是点活的 不点那个冰冻的那种 就是看见啥点啊 对 就比较随意嘛 来基本上每一次吃的都不一样嘛 对于咱们这种不领海的城市 对海鲜的是又爱又恨 爱的是鲜美的味道 恨的是总吃不到太多品种 或者不够新鲜 今天来的这家饭店 说它是海鲜市场都绰绰有余 几十种海鲜都是从厦门空运而来的 也有许多咱们不常见的品种 推荐理由一 海鲜现捞现做 这个是啥呀 我知道 这是啥 海肠 好奇怪哦 海肠那个是大补的 比较适合男士 确实你要是说这些黄花鱼啊 我们以前见过 像台湾版鱼啊什么这种都没见过 对对对 包括这玩意儿我真是 真的 见到没见过 这个鱼得多大呀 这个四十多斤 四十多斤 我们最大的卖过三百斤的 一条鱼三百斤 它一般都是汤清晨红焖是吧 刹开一块一块卖 这真是没见过 这边对我们来说是熟加常菜 对你们来说不一定 福建菜馆应该都是这样 就是看着食材点餐 没有说固定的菜股 看哪天哪天新鲜点餐 五香卷 海立间 这两个是他们的福建特色 五香卷 还有个卤面 海鲜卤面 这咱们没有的 就是您是福建哪儿的呀 前车 福建前车 就是说我们那边 晚上夜宵的排档 这几个都这样子 我们那边夜生活 比较多了 这几个呢 到了九点以后 十点以后 整个大排档 都是这种海鲜 原来这家餐馆做的 都是闽南风味 吃的东西 讲究的只有一个新鲜 但是不论形式还是菜品 都有着福建 街边大排档的随意 菜品那是相当的丰富 有些菜就算配上了图片 您可能也不知道它是啥 我刚从外面发现一个东西 不应该在厨房出现 并且不应该在这个容器里出现 就是这骨 土 为啥放到这儿跟旁边菜品排放 春天来了 又到了吃土的季节了 什么鬼 但这个土颜色是有变化的 你看上面是黄的 下面是红的 红土说明它不是咱们这儿的 这里要么就是要长出来菜 要么就是能吃 没什么味道啊 它是个土吧 它就是个土 不要骗我啊 你怎么能吃呢 这是土吧是吗 沙 沙 沙和土有啥区别啊 沙跟土跟那里有区别的 沙就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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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个沙和沙 沙淹米队 你们笑什么 哈哈哈哈 沙是一般海里 沙是一般海里的 土是我们旁边 水它会比较干净 哦 在透明的造作间里 这一锅写得格外乍样 为什么造谷上有一锅土呢 和炒锅食材放在一起 它的使用方法也是头一次见 这是啥埋到土里了 你看这味道 这味道是蛮香的 哦 好浓的姜味啊 啊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加母鸭 我吃过没煎这样做过呀 怎么没汤没水呢 这个是蒙出来的 不用偷的 跟我之前吃的还不一样 那这土是干啥的 这是沙 沙 就是门口的沙土吗 就是海里面那个沙 海里面的沙 他说他家门口 那你的沙还从下面运过来呀 用沙漫糊慢慢给它煲出来的 要煲两个多小时 推荐理由二 美食和沙土的亲密接触 姜母鸭其实起源于福建全征 是闭南特色菜之一 常常能在电视剧里听到的名字 却是靠着一锅别有用心的沙土做出来的 姜母鸭 我第一次吃这种干包式的 在那做的时候 感觉闻见很香的肉味和姜味 但是上来之后 就倒是没有太大的味道了 不过整体看起来是有点油的 我不知道吃起来到底是什么味 你选一块肥的吧 看起来又肥又油的 可是吃起来一点都没有 很香 肉很嫩 它皮是有韧点的 有点焦焦的 我开始以为咱会吃不惯姜和鸭 合在一起的那种味道 但是没有太浓的姜味 整个鸭肉的口感是很好的 很舒服 我之前去台湾吃过那个汤式的姜母鸭 它那个整体感觉像猪肚鸡咕嘟咕嘟冒着白汤 鸭肉又筋道 然后鸭皮有点咬不通 而且非常浓郁的姜味 而这个和那个是恰恰相反的 这个是福建的传统做法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土包出来的 这个鸭肉更细腻一点 就很软 感觉鸭皮是烤过的一样 也不腻 我觉得这个比我想象的 好吃 对 光听名字可能觉得姜鸭吃起来就很怪 但是就是好吃 真的是好吃 姜母鸭包的肉香而不甘 皮椒又不腻 这都得益于这锅土 这是沙 哦不对 应该是沙 师傅还一再强调了 还必须用他们厦门海边的沙子才行 这怎么感觉跟我见到的海沙不一样 这会儿还热乎乎的 但是为什么臭臭的呢 不会啊 它就是海里面它有这种味道 独特的味道 有点海腥味是吧 为什么一定要用那边的沙子呢 那边沙子它会比较热度 热度它打得大 热度 热度打得大是吧 经过火一烧 它的热度 它就赶紧上来 一方面的菜都不一样的 就是那边它的水头比较好 这跟我们这儿焦花鸡有点像 焦花鸡它是需要里面包好 然后用锡子包好 然后就也是跟 大概意思就跟这个差不多 有荷叶包 都是通过 荷叶包起来它包起来蒙在里面 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是一样的 推荐李游三最local的特色小吃 五香卷和炸菜果 都是福建过节代客的小吃之一 因为这两种小吃都是炸物 所以一定要配上这种 厦门特有的甜辣酱 酸甜的味道可以调口解腻 这酱好好吃 酱是酸甜 还有点辣头的酱 这里边是什么呀 马蹄和肉馅 然后外边应该是腐竹炸的吧 起马蹄很爽口 然后很脆 这个搭配简直是爱了爱了 这菜我真的看不出来 不像炸土的话 而且看着挺美味的 小食嘛 也蘸这个酱 这里边看起来像芋头泥 还像山药泥 但是它不是 菜单是什么 其实 把蹄 不是 没那么脆 软软糯 糯米 里边就是糯米的那种 苦惑的感觉 对 这两个小吃真的是还不错 这位女孩子我觉得一定会喜欢 蘸上这个一定要蘸它这个特质的酱料 除了我们推荐的这几种美食 这家闽南风味的餐馆 菜品种类还有特别多 现做海鲜的口味也可以自选搭配 整体价位不高 如果你也想来试试福建大排档的氛围 地址就在 中州市洪昌街和百福街交叉口 东北角闽南酒楼 咱河南人爱吃面 所以呢 但凡是个面的品类 在咱们河南 都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你就比如说啊 牛肉面 是吧 对 大家伙更多的以为 应该是在西北那边 兰州的会比较多一些 对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个 它是四川宜宾口味的 当然了也少不了宜宾的燃面了 不用我吃也吃不了了 臭臭你 这啥妈太难了 我最近又长不开了 这就是你就长有个方便的东西 你看我这蛮连的狠 完全靠不住 我真舍得 行 导演你的不爱顺序兼论 互兼个啥 你不应该嫌介绍一下我妈 我是老土 想想美食最有才华的摄像编导 以及出镜体验者 这是导演让我说的 我对美食的要求 除了好吃 就是一定带能吃的饱 导演说今天的美食不仅能吃饱 而且每一种口味都分量十足 到底吃啥呀 全栏目公认的碳水小王子 你想想我们会离开这个碳水吗 米面墨 七中之一 对 碎片蒸 你说吧 七中之一 吃面 吃面是吧 吃面不屋地 真了 十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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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随便招人 我都不仅他能跟他十二碗吃外 十二碗啥干净 你叫吧 十几面条的 十二碗不是一样的面 十二种口味的面 十二种口味 你这样 如果咱把它缓成 咱缓成小碗中了 一小碗一小碗 十二碗 我应该还差不多 没啥问题 中容 但是你要找出来 这十二碗 各自不同意 各自相通点 这种问题不是什么问题 我没有任何问题 走吧 作为全栏目最能吃的人 寻找好吃又能吃饱的任务 我当然义不容辞地 接受了 可是这跟着来到店外一看 上面挑枕多刃 不是应该选整个味 还是应该按着套路 先问问 第三次 第三次 因为公司才搬到这儿 一个星期 听同事老同事推荐的 对 一三五 前两天吃了什么 前两天一直吃到这个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个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软面 这个为啥这么喜欢吃 因为之前在四川上学 上了有四年 然后就 后来一直没吃到这个味道 就特别想念 说紧嘛 它也紧 但是又 说 有有点 有有点 硬 但是 就是跟一把的面不一样 就是感觉吃的 很特别很好吃 是不是就是 它胶着的 坐着的 虽然说有点紧度 但其实很容易尾腰断 对啊 是那个感觉吧 对 燃面这个词很熟悉 以前节目中也介绍过 这种源自四川宜宾的特色面 几乎被所有的吃货熟知 对燃面其实就是其中一种口味了 然后其他我们十几种面 也都是宜宾当地特色的一种面食 川域地区除了喜欢吃火锅 面食也是他们日常很常见的 从早上就有吃面的习惯 因此面食的口味也非常的丰富 这不就在这家店就找到了以下几种口味 听到了土豆泥干拌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碗面一定很复杂 啥味儿快告诉我 年年年了 你半舌也年了 那快尝一口 这应该有土豆的味道 就是土豆和面的味儿吗 这个面啊 你这碗多少钱呀 14块钱 14块钱 14块钱有点可惜了吧 你两个肉都没吃了 吃了菜还冷烧 算是错了 导演说的不同之处 说的是口味 数了下 有八种口味的干拌面 四种口味的汤面 至于哪种口味最好吃 有些不好判断 大哥小妹吃的都不一样 但一样的是 每碗面的分量是一样的 每次来他们家都吃不过 这个很实惠 这个是特意备注的 三两面 我们都要三两 就要来一样吃 才会知道他这可以去要 你看我们这个都是有区别的 它那个明显少 它是特意备注的 饭量小吃完怕浪费 等于说五个人不但口味不一样 其实你们分量也不小 对 那价钱呢 价钱一样 不打折吧 不打 送用饮料 就是要这样的饮料反正饮料 对对对 这个三地在四川那边吃面 这么大份这么多 四两面 三两面 没这么多一般都是三两 一般都是三两 那还有更少的吗 更少的一般没有 重庆当地的小面一般我们都是一两个小面 那是那种小面 但是这种还会比较大一点 那你觉得这边这种重庆的特色干拌面跟这种重庆的小面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的话就是它这个你搅拌起来的话它的辅料都比较碎很容易腐落到这个面的表面上 这样对对对这样你吃起来的话每一口都是这个味道都非常的粗分 重庆小面的话可能快包括它那个放的辅料都都比较大一点 可能那个味道的话不能完全挂到这个面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还有点辣呀 这还有一点辣呀 像我这种零辣度能忍了 我故意干拌面 他这干拌面应该都有这个口感 就是有点油 但是就是尺寿不厌 以后这 其实跟糖面很紧净 都让你很顺点让吃进去 什么这是牛腩肉吧 你看 是不是这个牛肉就卤了很脑 这是什么面 酸萝卜罩子面刚刚有个美女吃 有两个美女都吃这个 这个酸萝卜其实配的特别好 没有 没有西亚州那种反片软片那种干净 但就是很腻头 一口面一口卤配到一块实惠 一口灶子配到一块实惠 很好 吃完了这碗面 我依次品尝生椒牛肉面 第一碗有这个酸萝卜 第二碗有这个萝卜叫小米烂 我觉得这个小米烂要饮过这个酸萝卜 我觉得在这碗里就是恰到恰到好处 一是这个辣椒综合那个酒 第二就是啥吧 就主要是 主要是这个这个肉面是特别的香 这个你拌开之后去闻去吃都很香 然后这个辣椒整个可能会煎 没错 这儿的面条很明显的特色就是辣 毕竟它是四川松味 吃了这么多 比较辣的就是这碗 姜牙杆拌面凉 姜牙杆拌面 可拉可拉 一拉灰了 嗯 姜味第一 辣味第二 但是除了这碗 这吃外的味 就是这个鸭肉和这个卤子就融合到一块那种 就是 咋说 比 其实只要人窝在家吃东西的话 我觉得总结就是咸香型和 咸香型和麻辣型和融合 细碎的小料是宜宾面食的特色 搅拌开也基本都挂在了面条上 巨香不得这个华蛇是还是 应该是这个华蛇是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说这个香味 但是这每种香味其实都不一样 第一次吃的是它的办法 这个 蒜香牛肉面 对蒜香 嗯 蒜香黄牛肉 这个黄牛肉就是啥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卤 蒸泥味可香 我想这第一香 第二香就是这个 错 第二香是这个吧 第二香是这个 这个和它这个香味也很像 但是因为里面有这个酸萝卜的存在 所以吃起来的卜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香就是这个香 哇 这个也整的好香啊 那估计这散容器的香 痛厉害有一种 就是这个料油的香味 对 应该是这个面里油的香味 真的很简 你不好奇为啥没油碗面多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 现在想一想 这几碗面好像都挺油的 是吧 维扎要放枕的油了 因为我们面加碱子 出来会非常容易驮 非常容易驮以后 我们必须用我们这些 一些秘制的这个清油 在四川里面叫做清油 是用20多种香料熬成的 然后每一个面要加一点点清油 然后快速地把它拌开 让每个面条上都吸附到这个油 然后这样它就不会驮得特别厉害 然后再配上我们每一种酱料的 这个自己熬出来的 炒制出来的油 然后再加上酱料本身 然后拌成我们这个干拌面 里面有香叶 桂皮 就这些是吗 对 干姜 真的挺香的 这样一晃 是 你看 能闻到吗 挺香的 为什么要放质子这些 这些质子不都是平时泡水喝了吗 没有 这个专门是 我们这里放的有质子和陈皮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面不便偏辣 然后呢 也特别油 这个主要是去火 当然了 12种口味 我一个人是 是绝对吃不完了 剩下的就由导演和摄像老师吃掉 来来这里的地址说一下 这种是金水东路和东风南路交纱口的东北角 绿地新都会五座一楼 丝格牛肉面馆 接下来带大家回去品尝呢 是一个从苏北那边传过来的一个算是小吃吧 会跟咱们这边的某些的小吃呢会比较像 但是呢口感和味道上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名字呢叫做菜煎饼 这满大街都有的煎饼 你有啥好吃的 哇 三位门口看着没多少人 其实里面都满了 对 然后就冰了吧 我开早吃 还挺忙了 那叫她的 那还有一个啊 这片里下不少 我这种片里 我就被走走 里面满了也没做 没想到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煎饼小店 中午饭点的时候 竟然能有这么多人 总共六张桌子全都坐满了 不说 门口还围着七八个外带的 我坐在这西大街上门 躲着都在吃点 前来都在 靠今天都过来吃 感觉那个菜饼 像是这儿的标配啊 感觉每桌都有 你看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有点好奇了呢 这桌桌必点的煎饼 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吸引这么多食客呢 看他前来呢 就能装装装一下 就是每个就是一个鸡蛋 咱们换上个价是吧 有的都要双蛋的 有的要单蛋的 可以加是吧 对 一单就是一个一样 它是两层啊 正面用反面的 正面先卷一下 反面再盖一下 两个啊 好 这其实一个就是这一层 还有二两只 四两 四两的菜 这是啥酱啊 甜面酱 甜面酱 所以这到底是啥啊 老板 菜肩饼 菜肩饼 菜肩饼是哪儿的小吃 四伯 四伯 南方了 对 它是那个 山东 昌辉 蒸苏 是焦界醋 三个什么焦界醋 难怪看着可像那种 山东的那种大煎饼 对对对 虽说是外来的小吃 但仔细一看 形式上 其实和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菜馍 它出来的菜馍很像嘛 都是由薄薄的面皮 而卷上大量的蔬菜馅 在平底锅上煎熟的 可如果你要问这不同嘛 咱这其实就是拿落膜这个 不是落膜 这是煎饼 煎饼 摊的煎饼 你们懂那个奥子吗 奥子 都在奥子上面摊的 这个皮看着可金是不是 是 挺有金的 这个皮很薄的 感觉敷面膜 它不像那个菜馍是吧 一圈都有那个死面 这个没有 这一个是 这个 全都包进来了是吧 这个脚这里它都有菜 看见石棍门吃得这么香 我们也没忍住 一人来了一个 其实我想说这个更像这个 很插鸡的这个 内牛乳房 很烧 这个瓶好吃 还挺煎闹的这个瓶 对 它外面就焦了 哇 不是我中间 它中间这个蛋 就是特别软 而且很厚 很热 它这个里面比我想象中软多 鸡蛋 韭菜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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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韭菜 因为就是普通的蔬菜 常见的搭配 只不过换了种做法 但菜肩饼能在老店伶伶的法院西街占助角 还培养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限量上没点要求 恐怕是不行的吧 来这个菜 好 是根据季节不同的变化 换不同的菜 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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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箱 那你看现在这个季节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菠菜 最好的那是精品菜 因为我们弄的也不太好的菜 光这菜是这样的 可费劲是吧 很少有些事 或许在郑州的街头 像这样的小店还有很多 他们没有华丽的装修 没有精致的菜谱 但就是靠着这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手艺 才能征服食客们挑剔的位 在哪开当年了 开17、18年了 也是老店 也是老店 那边从头到尾全是老店 感觉不是老店的 不好意思在这拿裤子 反正这个鸡蛋 这个框两框鸡蛋 将近五百个鸡蛋 这一天卖五百个鸡蛋 一天卖五百个鸡蛋 老板小姑娘秀了一下 他在销量 我这个是实话实话 嘿嘿嘿嘿 你吃不吃不乐的 我现在吃不一样 我最早两个鸡蛋 我最早两个鸡蛋 最便宜的吃 是三百 不然四百 现在也五百 因为我压一下 长两个鸡蛋 长下一定会把那个鸡蛋 吃了它便宜 我吃了便宜 刚才跟他明明 看的便宜 我现在没有吃了 现在他那个菜啊 吃了鸡蛋 然后他的鸡蛋 然后他的鸡蛋 全吃了味道不一样 它那味道里的感觉不一样 一吃不吃不乐 一吃不一样 这个店总结吧 就是你要来的话 首先 你得先抢好这个位置 你得看好自己的饼 别让自己的饼被人抢走了 要快 因为不排队 就是常靠自己拿去订我 然后另一个方便就是啥呢 另一个方便就是 就是你要来的话 一定要在1点半就来 对 1点半就关门了 他那儿早点晚都可以 但是他这1点半 其实关门挺早的 就时间要玩的 另外就是点这个煎饼 大姐说得好 最好是在现场吃 别打包 打包回去 他就像现在换了纸袋 其实还是会有点跟那个哈气 对 会弄稍微皮一点 就没有现场吃的口碗那么脆了 我觉得不错 我想下天再来看看 下季换菜之后 接下来呢 带大家伙去见识一下 一个老手艺 一口特色的铁锅 然后呢 再加上鸡蛋 就可以做出来一份让你瞠目结舌的美食 你千万不要以为它简单 因为它特别的健功夫 中国的烹饪博大精深 每个菜系中都有一些让人称绝的名菜 咱们的玉菜也不例外 您看这独特的容器 能猜到它是用来做什么美食的吗 烫手 烫手 还有这看似普通的鸡子 据说肚中也是另有乾坤 每个骨都把骨都脱过了 对 每个骨都脱过了 今天就让我们带您一起领略传统玉菜的独特魅力 锅这两个锅都有六七种 这锅的个头不大 但重量却不轻 而且是专门被用来制作一道菜肴的 这道菜肴用到的食材也很简单 就是咱们常见的鸡蛋 但这做法却很有意思 只见王师傅将蛋液倒入这个烧热的小铁锅中 翻炒了几下就盖上了盖子 这做法也太特别了吧 这个鸡蛋是吃过 整鸡蛋还有猪鸡蛋撸鸡蛋 这样的鸡蛋还第一次捡 真的是没见过 对 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个菜名 在这个串动鱼菜 就是这个三弦铁锅蛋 这上面这个盖子是什么 也是个特质的铁锅 我看你在制作的过程中 放进去的是生的鸡蛋是吧 对 它就打开以后 它会做手嘛 它会手嘛 用通过这个热量 可以的 现在时间差不多 大家已经看一下 这个漂亮 真漂亮 好鲜好香啊 铁锅蛋有个便面叫张鸡蛋 成功了铁锅蛋 鸡蛋做好以后 它会搞出这个样 叫张 真的是不一样 非常鲜美 王师傅说 因为在蛋液中加入了虾仁 广肚 鱿鱿 等海鲜类的食材 所以鸡蛋吃起来鲜味很足 蘸上用醋和姜调制的料汁 味道更是特别 特别的鲜美 还特别滑 特别痰 那种感觉 特别是蘸上汁以后 还有那个螃蟹的感觉 还有那种海鲜味道 海鲜味 啥都出来 吃着这 咱一吃着 那个碰鞋 现在眼睛很少吃到这个 对 对 我们都没有吃过 铁锅蛋虽然是一道流传了很久的传统菜 但如今经营这道菜的饭店却并不多 因为这道菜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别的不说 烹制这道菜用到的铁锅 现在就很难找到 它有个专门 还要需要专门制作来盛起 来制作铁锅蛋 除了这特殊的锅 做这道菜最难掌握的 就是锅烧的温度了 只有锅的温度合适 鸡蛋才能色泽金黄 表面胀发 口感软嫩适中 而这靠的都是厨师多年的经验 如果说铁锅蛋是一道靠颜值 就能吸引大家的菜肴 那这道用鸡子制作的美食 最让时刻折服的 应该是它丰富的内涵了 你吃过这菜没有 这个不就是清炖鸡吗 对吗 以前好好经常吃这个鸡汤 和这个鸡汤 看着这是个整个的鸡 但是这整个鸡在别家 也都能见得到呀 叫什么呢 这叫啥 你看哈 这叫 看一个 看一个没有 难道里面还有什么奥妙吗 里面有什么 哦 黄茬 里面还有香菇 还有那个黄色的是什么 栗子 板栗 板栗 还有山药 对 还有山药 虾仁 还有虾仁 看着没有虾仁 这叫八宝 孤单鸡 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宝贝 这就是它的奇特不同之处 没有骨头 没有骨头 脱骨了 对 没有脱骨头 里头装了八样东西 虾仁 海参 鱿鱼 香菇等八种食材 被填进鸡肚中 和鸡肉一起烹制 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 会有一种复合的鲜味 还有那种海鲜的味道 还有蓝粒的味道 也有一点点 你是蓝 还有各种 各种的味道 跟平常做的不一样 有夏日 还有这个 斑梨 还有这个 海鲜 香菇 这种味道 都在 均匀在一起了 味道非常鲜美 感觉这些美味的食材 和这个鸡汤 融入在一起 真是一种 感觉是不一样的味道 作为一道传统菜 八宝布袋鸡 从选料到做法 都很讲究 我们选用这个 二枝卖到三枝的 这个三黄枝 大来枝子上 有的肉太老了 这个口感不太好 这个 太小的枝子 水费太大 这个口感也不行 这个八宝布袋鸡 这个要求几乎非常高 要蒸鸡出骨 还要底顺不漏 这个先从鸡脖子下刀 把这个离个口 把这个鸡子的骨头 全部从那个小口里逃出来 要求这个 屁不能破 通过鸡脖子处的小口 将鸡骨慢慢地剔除 不仅考验刀工 同时也很考验耐心和细心 等于把这个鸡肉 鸡皮 全部翻过来了 再慢慢地 把这个皮全部拔掉外 包括腿骨了 都要出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鸡子 已经整个骨头拔完了 好 现在就是翻过来 给个补袋 现在我们开始倒水 要求它滴水不漏 跟我们以前来用的口袋一样 剔除了骨头的鸡子 灌入水之后 还真像个口袋 通过鸡脖子处的小口 将虾仁 海参 鱿鱼 黄肚 香菇 板栗等八种食材 填入鸡肚中 这道菜就成功了一大半 这个下午鸡子要上红油 就筋一下 筋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筋一下呢 就是这个筋子不筋的话 这些整的情况下 它用于破片 用于烂 这个筋就是防气 把鸡子肚子里边的气放上以后 它就会用烈了 这个保证它的外形不烂 现在我的筋子筋好了 现在要上笼整 这外地方呢 有葱酱 还有单位 黄气 加入盐 高汤等调料 入笼蒸三四十分钟 这道八宝布袋鸡 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开封 不妨尝尝这些传统的老味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河南广播电视台 民生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